混零时间,大家好,我是混零,法国国家博物馆江杰远 今天欣赏的艺术品叫做《吴提》 它的创作者是瑞士艺术家乌尔斯·费舍尔 这是巴尼·皮诺收藏馆开幕展的展出作品 艺术家根据场地的特点重新设计了2011年的作品 让人再次耳目一新 主要包括一尊中间的雕像 一座艺术家朋友鲁道夫的雕像 和四周看似随意摆放的椅子 雕像是蜡质的,椅子也是 而且在展览的第一天就被点燃 展览大约六个月的时间 这件作品也计划六个月左右融化 中间的雕像致近的是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雕刻家 张伯洛尼亚的经典作品 掠夺萨宾妇女 四周摆放的椅子每个形态都不一样 有的是普通的工业风格 有的受到异域文化的启发 甚至还有飞机的座椅 而这尊师艺术家的朋友鲁道夫的雕像 有些部分已经看不出原来的模样 甚至掉到了地上 所有这些都在燃烧 慢慢融化 从有形变为无形 象征着脆弱 变化 无常 在被点燃之前 这些雕像和椅子 以十分写实的姿态 表现出创作者精湛的记忆 甚至可以媲美大师的作品 但是随着时间流逝 艺术品在慢慢融化 解体 我们参观者 亲自见证着这个改变的过程 乌尔斯·费什尔是当代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艺术家 他很善于将我们吸引为常的物品进行拆解和重组 从而赋予他们新的定义 如果您想预约讲解和讲座 我的简介里有联系方法 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 请您点赞和订阅 谢谢 汇令时间 法国巴黎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